你不但要讓她毫無尊嚴的離開 你還把她七折八折的 這樣做了一個東西 我今天要是媽媽 我說真的 他們家太善良了 如果是我 我XX跟你拼了 我都XX你全家 家屬要求就是戴惡法 代表說 我小孩子最後的遺體 是可以隨便讓你們糟蹋的嗎 你連這種謊 這種東西 都可以摘在家屬的身上嗎 在生前被你們霸凌 他已死 死見 結果你們竟然滅正 他連死後招魂 都不讓他招魂 之前我們就看到有些報導講說 他是他媽媽的心肝寶貝 他媽媽從小根本就捨不得罵他 他從小也是循規道舉品邪兼優 剛剛講的是 整個新莊高中第一名畢業 他沒有讓他爸媽 曾經這個所謂的呆優過 他說 剛剛不是講嗎 他每天什麼 他不是每天五點鐘上班 七八點才下班嗎 他說他七八點下班的時候 他媽媽都會在等他 而且他說他中午不是吃飯嗎 中午的便當嗎 他媽媽都幫他準備好 也就是說他已經40歲了 他還是他媽媽的心肝寶貝 結果到了晚上的時候 我媽媽 其實七八點了 媽媽都還要等你回家吃晚飯 他說他那天 沒有等到他兒子吃晚飯 對 記者終於找到 這個吳媽媽願意出來受訪 其實你看我光看這個相關的報導 我看了真的眼眶都要留下來 他說太過分了 政府怎麼會這樣做 我可憐的孩子 我叫他不要做了 我們家又不是沒飯吃 給人家這樣虐待 還我們清白 還我們一個清白 不要讓我們被冤枉就好 怎麼這麼惡毒 結果媽媽很累 我的寶貝 我從來沒有打過他 我有五個孩子 我從小都不曾打過他們 大家都是我的寶貝孩子 那天 等不到等不到 兒子回來吃飯了 他就說 就沒有 就再也沒有遇到 就沒有辦法看到他孩子回來 他哭泣說 政府太過分了 怎麼會這樣做 然後就是情緒崩潰 然後旁人不斷的安慰他 所以這是一個 等不到孩子回家吃飯的媽媽 他對他的孩子死見 整個勞動部的狀況 然後還被他們把大體給移開 不讓他的死見 被全台灣人知道 他們從11月4號到現在 一直不敢出來說話 他們連告別式都是 他在沒有招魂的情況之下 就已經完成了 一直到現在台灣社會給他們 你說現在這個政府 現在這個勞動部 對他們家欺壓到這種程度 我的小孩已經為了這個政府犧牲了 我的小孩已經死在這個辦公室的地方 結果這個政府不但沒有給我一個公道 居然還壓著我們 他之前居然還害怕到連話都不敢講 他講說我每天都會幫我兒子洗好便當盒 然後我在裝飯的那天我去那 現在我的孩子沒有 我等不到我的孩子回家吃晚飯 他說我等不到我的孩子吃晚飯的時候 我那天我也都吃不下去 他說我的兒子已經犧牲了 你要說怎麼樣 他說我跟政府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跟政府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他只希望不要再讓另外一個公務人的家庭 在面臨這樣的事情 所以從頭到尾勞動部在說謊 他們說沒有霸凌 人家媽媽跳出來告訴你 你們是虐待 他叫他的兒子不要做了 不要給人家這樣子虐待 我們不是少飯吃 為什麼他沒有離開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有責任感的小孩 他認為他本來有機會掉開了 結果後來他是因為跟其他同事 情疑很好選擇留下來 剛提到他選擇自己的地方 是在公穩室 為什麼不是在他的辦公桌裡面 為什麼不是在他辦公桌那邊 是不是他也 連他要離開的時候 他都擔心他這樣子出現在 大家的面前 別人會很害怕 所以他才會選擇在一個 滅敵的空間裡面 不管現在情況是 已經有人跳出來 而且是家屬跳出來 告訴你政府太過分了 如果從這個過程裡面 你就知道這些人有多麼惡劣 也就是說他已經在辦公室往生 在辦公室往生了以後 我們剛剛講人死為大 人死為大 我想你這很難想像 當你小孩過世了以後 你最不想碰到最不想碰到的 最不想傷害的 甚至不想他人力跟寒毛受到傷害的 結果你居然就跟他這樣子 等於說不管你做CPR或怎麼樣 你做最後的動作其實都在傷害這個身體 你不但在傷害這個身體 你還把他等於說沒有白布的直接離開 讓他毫無尊嚴的離開 你不但要讓他毫無尊嚴的離開 你還把他七折八折的 這樣做了一個東西 我今天要是媽媽 我說真的他們家太善良了 如果是我 我XX跟你拼了 我都XX你全家 真的我覺得他們不知道經歷到什麼樣的恐怖 所以提到明明在今年的2月份 就已經有人據名舉報 這個謝怡榮是有問題的 是有那個就是霸凌的事件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次長在他談完的隔一天 謝怡榮直接在他的分數裡面 發一個公文告訴所有人 你們只要再把這個相關的東西 洩漏出去的話 不要亂講話 對 還說是家屬要求說 一定要把他送到醫院 那你是不是想家屬醫院 家屬要求就是戴惡榜 代表說我小孩子最後的遺體 是可以隨便讓你們糟蹋的嗎 你連這種謊這種東西 都可以摘在家屬的身上嗎 寶傑哥你要知道 他們連死亡證明都可以拿到 而且不是在現場拿到 是隔一天檢察官去拿到 你說看到這裡 家屬敢出來講話嗎 家屬敢出來講話嗎 為什麼家屬現在才敢出來講話 對 因為現在他發現這個議題 已經讓全台灣人憤怒 全台灣人站在他們那一邊 已經不再是民進黨政府 可以隻手遮天 他們才敢站出來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媽媽早就知道他兒子的苦 早就知道他兒子的痛 所以早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走啊 所以我跟你講 你根本沒有辦法想像 這些人到底經歷了什麼 你看11月6號開始有人在網路上爆料 11月7號他們還繼續召開那一個什麼有光的記者會 然後11月11號竟然開始要清查辦公室裡面 看有沒有人動用桌機之類的 他們在保綠色恐怖耶 人都死了 他還敢這樣搞耶 11月18號出來的調查報告 三個關鍵時間點 說這一個謝怡榮沒有關係 跟他沒有關係 保洁哥如果不是我們製作單位 氣而不捨把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爆出開來的話 這個公務人員就這樣子靜靜的走了 為什麼那麼多他的同事 冒名也要開始把這個事情揭露出來 因為如果他不講出來的話 他可能就是下一個要登出人生的人 這個地方讓人家做不下去 就跟你講一個政府有黑暗到這種程度嗎 一個政府有黑暗到這種程度嗎 一個政府有黑暗到這種程度嗎 我跟你說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李宇翔是他們大家信任的 因為李宇翔曾經是他們的那個就是替代議 他在那邊當替代議國 你不覺得非常荒謬嗎 他們的人竟然相信曾經在那邊當過替代議的市議員 不相信你整個政府 那我現在李宇翔講了很多 就是很多他的一個那個霸凌的事情 女孩子請生理假 他還幫人家算生理期 沒有到一個月你為什麼就請 然後呢污辱別人的學校學系 那我現在就問一件事 李宇翔是民進黨的市議員 民進黨的市議員在他的粉專 在他的臉書多次去講這件事情 你民進黨中央是死的嗎 你民進黨的市議員在他自己的臉書上寫這件事情 你民進黨黨中央有任何一個立委 有任何其他的人出來 跟李宇翔關切過這件事情嗎 但勞動部的報告說沒有啊 他今天這個人的死亡 跟這個所謂的這個謝瑜 他完全沒有關係啊 保健哥一直到我昨天在友台上節目 Live節目我講到這件事情情緒都很激動 下面都還有人說好會演喔 啊怎麼了然後就開始 但是這些人是誰 這些人是誰 這些人是民進黨的網軍 這些人現在還在洗風向 洗什麼風向 這是事情的關鍵 這是事情的本身嗎 今天全台灣人憤怒的是什麼 憤怒的是這個人 他在生前被你們霸凌 他已死死見 結果你們竟然滅正 他連死後招魂 都不讓他招魂 這對台灣人來講這是犯計的 他沒有招魂 他魂魄沒回來 你要讓他怎麼圓滿的走 你喪心病垮到這個地步 現在是誰當家 是民進黨當家 你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沒有幫這些人講一句話 你們還想要繼續執政 你們還想要當政治人物 請你們先當一個人先 現在大家就好奇誰 你這個憲傭到底是誰 今天院長出來道歉 今天部長出來道歉 結果你還在那邊非常的傲慢 剛剛講到的 你現在非常會向上管理 而且你整個從以前到現在 你等於是跟對人了 跟對人了 跟對風了以後就扶搖直上 然後現在剛剛講的 你扶搖直上憑什麼呢 他非常會做關係 他非常會送禮 對 保健哥其實真的 他對外向上管理做得非常的好 為什麼他能夠升官升得這麼快 為什麼他可以把上面的長官 弄得扶扶貼貼 都跟請客吃飯有關係 為什麼都說 他很懂請客吃飯 因為現在去翻開來看 竟然和公所晚上吃飯 一餐花了多少 花了4萬塊啊 保健哥 大家會沒想到 這個分數竟然這麼有錢啊 你這樣吃個飯 一個晚上可以請到4萬塊 而且你用什麼樣的一個會計科目來支付 不曉得這個正鋒還要再去查 但是你仔細看 所以他愛怎麼花錢 就怎麼花錢 而且他還會想辦法去找錢來花 為什麼都說 你看過去 這個過年送禮其實真的是難免 但是分數長上任之後 你看這個禮過去只有160分 現在全部暴增了大概200多分 而且金額的部分 原本也才編列19萬 現在最高來到49萬 這翻倍啊 那問題是你這些禮物你要送誰呢 你如果說有一些配合的機關 你送沒有關係 但是你仔細看喔 114年端午宣導禮品送到哪裡去 國會統籌運用 國會統籌運用 那你到底跟國會統籌運用 你是要去跟誰做關係呢 而且你看這個分數 雖然分數不多 但表示你就是要去向上管理 把它給做好嘛 所以剛才講的 112年當時他還沒有就任 沒有就任的時候 端午節剛才講的是19萬 中秋節33萬 可是到了他自己上任以後 剛才講到春節就到了49萬 那你講說春節跟端午節不能比號 我就端午節對端午節 之前的端午節是19萬 到了你就變成43萬了 對 所以你看看這個錢 完全是把公堂當自己的錢在花 我拿去送禮的 全部用的全部都是編列公費 而且是暴增了一倍 好 再來 剛看到國會統籌運用 你要向上你要去巴結 那甚至你還拿公堂買禮物 送給誰 送給自己啊 你看包含在112年 他就任之後 中秋春節端午 中秋全部自己都有份 自己還留三份 自己還留三份 而且全部都是 花的都是公堂 而且再來 你說這個錢不夠怎麼辦呢 我左逃右逃 我總會找到一些錢來 保健哥你看到這裡 辦理七年職能開發業務的預算 也會拿來送禮啊 把這些 這些通通拿來 總共19萬 這些全部都是用 開發青年職能業務預算來看 好 再來 重點是你拿這些會計科目 會導致什麼樣的狀況 你在預算書上面 完全看不出來嘛 你要從哪邊挪用資金 完全就是變成 勞動部變成自己的一個小金庫 甚至連社群媒體的包含 也可以拿來當作送禮 當作禮盒設計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看到 他完全內部管控亂七八糟 你對下面壓制 你對下面壓制 剛剛講的第一個就是 你今天吃上廁所沒有帶手機 我把你抽賣一對 我今天你沒有把這個公文 放在抽屜裡面 我可以把你罵了兩個小時 甚至我今天我遲到了 我今天進到辦公室 進到了會議室 沒有排列隊來歡迎 我也要把你們抽賣一對 你對下面這麼苛刻 可是你對上面 居然是這個臉色這個樣子 還有剛剛講到 沒有想到 現在整個勞動部 蛇屬一窩嗎 難道你今天送Hermas的這種 還可以非常驕傲嗎 這個就是因為 謝宜榮這樣的行為 讓大家知道說 沒關係我送對禮 送得好我就爬得快 我管你底下的人 如何討厭我 如何去檢決我 沒有關係 我只要想官罩生前罩賺 好所以蘇惠 那我們的製作單位講 我們搞錯了 在謝宜榮之前 年節是沒有送禮的 是從謝宜榮開始 開始年節大送禮 是 我剛剛要講的就是 謝宜榮他一路走完 剛剛大家看到他官位亨通 他升職升得比人家快 比人家順遂 那我想請問一下 他從專委開始 在公務人員裡面 就已經是主管了 組長 專委 科長 通通是主管 他過去都沒有傳出這些事情嗎 還是他過去就是溫良公儉 一直到分署長才大爆發 沒有 我們剛剛講的 有一個市長的公務員 他就講說 當他在當科長的時候 就已經是這樣了 他已經是這個樣子了 這就是我的重點 他過去就有這樣的傳聞 而且這一定是他一路走來的風格 可是為什麼還可以一路升遷呢 從來都沒有被爆料過 爆發過 而且也沒被懲處過 也沒被檢討過 一路護著他的人是誰 是不是他真的很會踩下捧上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送到 Hermes這種高級的禮品 但是我必須要說 我們公務員是有非常嚴謹的規範 第一個 上不能收下的禮物 第二個 不能收三千塊以上的禮物 他完全都違反這兩個規定 好啦 他可以送 但是他的上面的人怎麼可以收呢 對不對 許明春怎麼敢說 對啊 收一個Hermes的圍巾幾萬元 還非常驕傲得意 所以許明春怎麼可以說 所以今天是只有謝宇榮一個人該死嗎 他的署長蔡署長沒有問題嗎 派他去分署長的許明春沒有問題嗎 所以我前面就說了 這是一個恐怖的結構性的問題 剛剛前面在討論說 到底有沒有報警 現場有沒有報警 有沒有檢察官到現場勘驗 我要講一個不幸的 我過去的經驗 我過去在台北市政府任職的時候 然後我在11樓市長是 我們12樓當時也有一個同事 他在廁所裡面想不開 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我們做的SOP就是 你要報警跟警銷同時到現場 消防人員到現場 確實不管他當時有沒有生命跡象 還是會做最後努力送醫去急救 可是警察要同時到現場 要封鎖現場 要勘驗有沒有外力的介入 這是SOP 因為就像剛剛前面來編講的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 自己想不開還是有外力的介入 去年就在去年 大家如果去Google新聞 還可以Google得到 去年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也有一個年輕的女性同仁 從樓上墜樓 也同樣的SOP 警銷同時到場 到場的時候確實也沒有生命跡象 也一樣先送醫去做最後的努力急救 但是同時編警要封鎖現場 進行勘驗有沒有外力介入的可能 所以今天如果這個案子 怎麼會只有消防局來現場 編警呢 檢察官呢 我們目前不知道 現在唯一有檢察官的這一個身影 只有出自於謝宜榮自己的嘴巴 就是那個錄音檔裡面 從那一段他找員工的錄音檔 我們再次可以發現我前面說的 謝宜榮他都是有上面罩著 因為在那一段錄音檔裡面 他警告員工說 署長告訴我 已經有兩個立委知道這件事囉 你們不要再出去外面亂講 這就跟我剛剛講的 許明春當年接到爆料黑函的時候 也是把黑函壓下來 把這個檢舉函壓下來 去跟謝宜榮警告說 我告訴你喔 有人檢舉你你要小心一點 所以謝宜榮上面的關係打點的很好啊 連這件事已經有一個人過世了 署長還是選擇告訴他說 我告訴你喔有立委知道囉 對 讓他可以再次去警告同仁 第二個他又跟同仁說 我告訴你喔 檢察官喔有拿到這個 員工的這個王者的兩封遺書 而且這兩封遺書已經給我們分屬了 這兩封遺書是感謝我們分屬給他的愛 而且沒有提到霸凌喔 你們不要亂講話 我想請問一下 到底是謝宜榮亂掰假借檢察官的名義 假借王者的遺書的名義 還要去瞎掰為自己脫罪 還是真的有這兩封遺書 可是檢察官卻私下給他看呢 檢察官偵查不公開 你怎麼可以 不能給謝宜榮看 對 家屬都還沒有看到 都還沒有公開 謝宜榮自己說的啊 這個還沒有公開 家屬也還沒有看到 可是檢察官已經先傳給我們分屬了 可以這個樣子嗎 這不是王者的遺書應該是家屬先看到嗎 怎麼會變成你謝宜榮先看到呢 所以我覺得整個案件的處理 非常的荒謬 好 所以惠正 剛才講到的 你剛才不是講說 現在在這個勞動部裡面 居然有給阿村部長 阿村部長看起來很樸素 看起來沒有 你給Harmus的圍巾 然後然後說不是一個人給 是每個人都給 是 保濤哥我跟你講 我真的越看越生氣 你剛講到送你那些事情對不對 從19萬送到40幾萬對不對 而且本來從160份送到200多份 對不對 送到200多份 他之前是沒有送禮的喔 這個單位是不送禮的喔 對 然後他送給誰 送給國會統籌 送給立委做關係 台灣的立委才113位 你送到200多份 你送到200多份是什麼意思 而且喔 這些公務人員 我們剛提到的這個無性技術人員 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加班費都不給 人家用命去拚的加班費你都不給 然後你把錢像個凱子一樣去撒 撒給誰 撒給國會 國會是誰我不知道 但關鍵是在於 你就算要做關係要答點好了 113個立法委員你會送到200多份 對 你這代表什麼意思 吃公家的 他們公家的 困公家的 他有多少錢是用國家的 現在我跟你講真的要進步調查 不是只有他 另外一個勞動部的勞動力發展署 署長蔡孟良 他搞了一個東西 他說我們要有一個5S檢查小組 像管小朋友一樣 告訴所有辦公室同仁 你們什麼東西可以放桌上 你們什麼東西 小文具 筆 橡皮擦這一些的 要用容器放整齊 然後大文具要放哪邊 哪邊放左邊 哪邊放右邊 哪邊放三條線 對 他搞了這些東西 還有那個比賽 你知道嗎 他竟然花了71萬 弄一個檢核標案 這個標案的名稱叫做 推動5S改善辦公室品質管理 你嚇我嗎 這些人是公務人員 這些人考過高考的時候 公務人員 你管他小品插放哪裡 他做出來 東西做出來就好 我的勞動部要求我的公務員 桌面可以使用的空間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我的文具用品 除了膠帶台之外 其他我都有規範 規範什麼 我的小型文具 包括筆 橡皮筋 腸尾夾 回紋針 便條紙那邊 一定要用容器給我收好 如果你是大型的文具 包括尺 計算機 你要給我擺放整齊 另外你的文件資料 不管你是直的或者是橫的 你要給我排列整齊 另外你座位的 這個所謂的電源線 跟你的網路線 幹嘛 你這些東西 全部都要給我固定穩當 三條線以上 你叫給我用束線帶 跟魔鬼沾固定 捆綁方式 還有標準圖示 標準圖示 一大堆 重點是你還編了一個 七十一萬元的一個 檢核標案 你沒有眼睛 你不會自己這樣看一看就好嗎 而且我不理解 這些是公務人員 是國家公僕 不是你的 不是跟陪你玩遊戲 就搬家家酒的欸 你在搞什麼啊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你講糟炭 什麼意思 我叫你東西放哪裡就放哪裡 我叫你什麼東西要幹嘛就幹嘛 我叫你貴的 你不能把我騎著 我叫你拍的 你不能把我騎著 他這個意思在這裡 他把你當一個 他飼養的寵物一樣 這樣在規範你 他用這樣的態度 在對付我們國家的公僕 令人髮指 不是跟他講說 你的桌面 你的屏風 你的電腦 你的螢幕 不可以有任何的灰塵 然後呢 你的公用櫃子 一定要定時 定時去擦拭 你沒有人座位的地方 也要搞乾淨 你在搞新生活運動啊 這個沒有不對 可是你這樣要求很荒謬啊 而且不是 不是荒謬 是他還編了一個 七十一萬的預算 來淺核這個東西 最新的消息 賴清德總統出面道歉 但他道歉的 他的說法是 政府有責任要改善職場文化 卓隆太院長已經指示 要營造合理的工作環境 要全面調查 送檢調調查 然後給大家社會 一個明確的交代 然後講了很多 意思就是我們要改變 過去認為的職場文化 整件事情 他們還認為 是職場文化 職場霸凌 但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他是個刑事犯罪 誰開著死亡證明 後面也沒有一個組織 在幫他毀屍滅 我覺得這才是檢調要查的重點 現在看到新北檢 今天做了一個動作 全把這個整個案子 變成了他的案 然後那謝一榮 現在剛剛講的 被列為被告 列為被告他不懂事 他是賭自被告 但他好奇是 這個案子辦的下去 是辦真的還是假的咧 把他跟我們講 謝一榮呢 他還來不支持我 為什麼 他的十二點聲明裡面呢 他最重要的根本不是跟媒體講話 也不是說媒體要治癒 他最重要的目的是在於說 他要脫罪聲明 你想想看呢 他每一項每一點都說 我沒有責任 我確實管教過於嚴厲 我領導風格如何 但是我沒有罪 我沒有英國關係 保安哥他不是在幹嘛 也就是 他的死跟我沒有關係 我是不是等於說 有比較的激烈的行動 用 我是不是有大小聲 用 我是不是管教 有一些不當的行為 我都承認 我都可以改 但是我這些行為 跟他的死沒有關係 你要知道勞鬥不易開做講 他跟他是差了兩三成 差了兩三成 你很難抓到那樣的因果關係 對 但是呢 他都忘記了 他得罪到的是誰 他今天開槓的是誰 是誰說要辦謝宜隆這個案子的 是賴清德總統嘛 是我們的卓龍湯院長嘛 所以他今天講說 哎呀 我跟你講 檢調呢 現在就介入調查 我跟你講 新北這個東西等於是在回應 回應的方式是什麼 我先用個大碗 因為他今天用賭職罪 保安哥你看一下 賭職罪請問一下是哪幾條 是120條嗎 21條 22條 還是29的28條 保安哥賭職罪是哪一條 統統都是 賭職罪一大堆 範圍很廣 那我不管你嘛 你現在今天要跟我開槓 我已經明擺著跟你講說 檢調就要介入了 結果你可好 他給我發12點聲明 一下說 我不辭職 一下說發12點聲明 完全就跟沒有把我們講 跟勞動部也好 跟整個中央也好 對著槓 好啊 那沒關係 我今天新北馬上回呼應 我就用一張大碗把你框住嘛 而且保安哥你知道 賭職罪他有進了 可怕在哪裡你知道嗎 今天賭職罪他延伸到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 你到底有沒有把這個人 搞到我們講精神崩潰 讓他想不開走他的絕路 這是一個對不對 再第二件事情 當時在整個應該要報警的過程中 李宋醫 這個東西這兩個 保安哥你覺得可不可以列 可以喔 是誰告訴這個所謂的消防單位 是誰硬要說 你從一個現場死亡的事件 變成是你硬生生 一定要送到醫院去 保安哥我就給你兩個案例 第一個叫做業務過失致死 你說宇軒這太離譜了 沒有太離譜 反而過去就曾發生個案例 你知道案例是什麼嗎 阿兵哥 阿兵哥他患有憂鬱症 然後最後呢 他並被逼回營區 然後加班上班 然後最後那個長官被起訴了 所以我就請問一下 今天因為很多人都在講說 哎呀 底下勞動部一堆人去看身心科 因為我們現在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對不對 我們現在不知道這一名 我們講受害的人是誰 但如果他有看身心科 保安哥我跟你講 你不要覺得不可能 你說真的要辦 你是辦得到的 所以你是辦得真的辦假的 其實存乎一心 對嘛 那你說毀損私底罪 各位不好意思 六個月上五年以下 如果說只要謝伊隆 他就算人不在場對不對 我跟你講他不在場這一點 太可疑了 為什麼 他是刻意不在場的嘛 理論上來講 你看那個勞動部的報告說 他應該要到現場 應該要作證 應該要通報上級 但是他人沒有到現場 那我就請問謝伊隆 有沒有通報上級 他有沒有隔空指揮 我跟你講如果有的話 這個毀損私底罪 他可能也跑不掉 所以我跟你講要辦 太多種了啦 只是看說你要怎麼樣去辦法 所以現在等於是我先把你框住 對 我先把你框在被告這框架裡面 等到之後呢 我看數版書 如果整個社會風向 或者整個輿論壓力 或者是說整個狀況 案情的突破發展 我隨時拉這個弓這個箭 我可以馬上射出去 好那另外就是 大家都想說 你謝伊隆憑什麼 有這樣的一個底氣 大家先都指示出來 你當時許明春是你一力提拔的 可是許明春今天出來說 沒有沒有沒有 他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在遇到事情 每個人閃都跟飛一樣 來我先跟你講許明春說什麼 許明春說 哎呀我們是這個人力不足啦 第一時間喔 他說人力不足 導致這種不幸的漢士 那請問一下 許明春在替誰開脫 他在替謝伊隆開脫嘛 他的意思說 這個同仁是壓力過大 人力不足 所以他才會在那邊加班 那是結構問題 對 不是管理問題 但是後來到今天 我們講出來才改口嘛 改口說 哎呀都是我的錯啦 我這個呢督導不周啦 但是呢 我講謝伊隆他直升機這件事情 為什麼一飛沖天 騙著十指等 九九頂天撞到十指等 跟我沒關係 因為大家誰說 你憑什麼從一個科長 直接進分署長 你中間根本沒有任何的歷練 這個根本就是不是拔鎖 這一定是有人在在這個 他說哎那沒有關係喔 那是分署長的 這個是署長的事喔 跟我沒有關係喔 可是大家就要查囉 今天如果把你的科長 直接把你升到十一指等的檢任 那不是一個署長能夠做的 唯一能夠做的 只有像許明春這種come up 對嘛所以我跟你講 許明春說謊 為什麼你看啊 子曰他說 今天呢 我調整職務這件事情啊 屬於署長的權利騙人 為什麼 因為十指等基本上的檢任職 署長已經沒有能力了 他連推薦都不行 這件事情唯一能拍板的就是誰 就只有許明春而已 所以我跟你講啊 謝伊隆能夠當檢任職 能夠當分署長 就只有許明春可以任命啦 他講這個話都是謊言 對 再來第二件事你看他提到王安邦 王安邦是什麼 就是今年二月份那個時候 是不是謝伊隆已經遭到檢舉了 說這傢伙到處霸凌人 然後後來呢 次長介入這件事情 結果後來誰走人 誰走人 王安邦走人 那許明春跟我講說 啊他談這件事情啊 我不曉得 我跟各位保證 我很負責任的人講 我真的不知道 許明春說他不知道 所以你的次長去跟謝伊隆談 結果你的次長離開 那你都不要問一下你的次長 為什麼離開的 對王安邦就是想扮他才被弄走的嘛 不就是這樣子嗎 那你看喔 後面還說 哎呀我很遺憾啦 他後來有自欠嘛 他說我沒有陳報 反而而言之 你直接聽許明春講什麼 他現在開始在切割 明明當時這些所有的脈絡 如果不是許傳勝 如果不是蔡孟良 如果不是許明春 這個最大隻的 在勞工部那邊幫他扛著 那請問一下 謝伊隆能夠這樣為非作戰嗎 各位不可能嘛 因為謝伊隆不是從第一時間開始霸凌人 他從科長就在霸凌 一路霸凌到分署長也在霸凌人 而這些資料 蔡孟良也知道 許傳勝也知道 許傳勝還說什麼 哎呀你要小心喔 很多人兼拘你 他們想害你 我跟你講你要注意 還去提醒他 那你說他最大為的許明春 許傳勝誰的人 許明春的人啊 蔡孟良誰的人 許明春的人 然後許明春就說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他們在下面搞什麼 而且我們前面講嘛 就是昨天有一個 市長的這個所謂的公務員 市長公務員他當時離開 就是因為他不斷的刁難他 我只是因為公文沒有放在抽屜裡面 我就被痛罵了兩個小時 而且另外我的組長還去羞辱 我說我的眼睛不好 為什麼不換一副眼鏡 我無法承受了以後我就要辭職 辭職之後當時人事處長把我擋下來 人事主人說不行 這個科長已經搞掉很多高考及格的人了 我不能再讓他這樣子胡作非為了 你想想看 如果連人事主任都已經知道了 那你今天的部長不知道 那你部長是指的嗎 保全你沒有發現一個邏輯嗎 他們都是做什麼 每次呢有人想要處理問題 就處理掉想要處理問題的人 包括你看那個人事處主任來嘛 介入這件事情說 我要阻止這個霸凌 結果署長莫名其妙就跳下來了 然後當了次長 今天跑去說 我要解決掉謝宜蓉這個麻煩 他這個人呢搞太多事情了 馬上人就被處理掉了 但你想想看 一個勞動部分屬 105個人裡面 有81個人扣掉我們講的 謝宜蓉本人 這個機率 這種這麼多的離職跟調動率 然後你作為一個部長 你完全沒有辦法察覺到 任何一絲蛛絲馬跡 完全沒有辦法察覺到 底下人不對勁 少來這一套 全部都共犯結構在掩護謝宜蓉 好 所以後持 現在大家講說 你平時有這樣的提起 剛剛講到今天連總統都講話 總統都道歉 申至道歉 今天院長也申至道歉 結果你今天 而且是院長講 我要把你兩大過免職 結果你晚上你還請了律師 說你不要亂講話 你自己還用12點說 那些跟我1點關 這沒有 你不是直接打臉總統嗎 你不是直接打臉院長嗎 按照以前的觀點就是 你就躲吧 躲了你就其實說 這個風箏過了 搞不好你沒事 大家也就算了 你還敢直接的嗅回去 直接去打總統的臉 到底誰在挺你啊 就囂張慣了 我講句實在話 你剛剛講辛北檢那個要辦 我覺得辛北檢要辦的話 那才是打假球 本來這個 你是整個共犯結構 現在變成只有謝宜蓉一個的問題 所有問題都是他 跟後面那些人都沒關係 李宇翔也是2月開始接到嘛 一堆媒體也接到爆料嘛 體制內的 民進黨系統的 媒體的 通通搞不下來的 就知道你這個人有多硬嘛 硬到什麼程度 來 昨天的報告跟你講什麼 第一個講說沒有霸凌 對不對 他沒有對他有霸凌 對 第二個 急救到醫院 說那個是警消做的 對 然後呢 問他說 然後說 叫大家封口 說是家屬要求 然後罵同仁 他說我要你高二階思考 就是你要站在比較高的角度去思考 然後呢 然後過度要求行為是提高同仁的能力 所有的東西 反話都可以正講 對 對不對 所有的東西都變成合理化 他每一間的霸凌在你這個地方都是合理的 就是我就是為你同仁好 更不要講什麼後面目的良善之類的 然後當天的衝突 他也跟你講說 他的財政區緊急措施並無爭議 你什麼樣的一個人 會讓整個系統互插 互到剛剛講的這個樣子 我剛剛講到 你人一條生命死亡 生命死亡的時候 你要不要好好的來檢討 好好的來改建 而且你的檢討報告是不是要講說 怎麼可能發生 以後不要發生 可是沒有 你所有的檢討報告 都在幫一個人脫罪 你看了這些檢討報告 為什麼我不可以火大 我看到檢討報告 我火都上來了 就是你今天來講 你今天對他所有的霸凌 他對他來講都是正面 都是為了投稿好 有人這樣幹了嗎 然後我剛剛講 那個很簡單 我剛剛講到現場 我講一個 我先問 誰打電話給消防 正常的狀況 不會打電話給消防 我舉一個例子 大概十年前 王金平在做院長的時候 院長辦公室有一個同仁 晚上就是去應酬 然後他就回 沒有回家 就回到辦公室休息 隔天早上走了 只有通知警察 身體都涼了 你叫消防來幹嘛 就是王金平辦公室的 對 就只有叫警察 因為就知道走了 叫沒救了 對啊 就叫走了 誰叫消防來的 那種狀況一看就知道 你還叫消防來幹嘛 你告訴我誰打那個電話的 那個不正常的處理方式 而且消防還全力配合 對啊 消防那邊什麼狀況我不知道 但是問題 你叫消防來就很怪 因為一看就知道 大家都都是平常一起 一起同一個辦公室工作的同事 你在那個時候 你還會忍心說 找一個人來把他 找消防來把他弄成那個樣子 對 不正常的狀況嘛 那你今天來講 他今天之所以這個狀況 就是因為他是你們兩個的人嘛 所以整個系統在護他嘛 那護他護到最後護不下去 賴清德站不住嘛 你再護下去賴清德政權要垮嘛 對 所以賴清德就跳出來嘛 你們這些人不能再繼續這樣玩嘛 結果你現在 而且但是賴清德又鬥不過這些人啊 鬥不過 不敢動嘛 所以現在叫清北減來嘛 清北減來問題就在謝榮一個身上嘛 你還去追究許明春嗎 不會了嘛 剛剛我們講的那些問題 都不用追究了嘛 我們剛剛講說 我只有他一個人賭職 其他人通通脫罪啦 通通跟沒關係 寫這份報告的人 縮小打擊範圍 寫這份報告 通通不用去追究啦 對不對 你怎麼寫出這麼離譜的報告 你們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通通都不用去追究啦 將來只要看他一個人就好 我覺得這個問題 現在做清北減 如果真的辦下去 就會是這個結果 所以賴清德 我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越搞越髒越搞越黑 欸 保潔哥 我想到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喔 他把人送到屬立醫院對不對 那因為已經是大體嘛 所以應該是冰在醫院裡面嘛 我想請問一下 一般人有可能醫院借你冰大體嗎 不可能 一般人 如果你不是在醫院裡面過往的 你不能到太平街 你一定都是在外面的找殯儀館 就是傷障業者來接人之後 通常是會放到殯儀館去 你醫院有被人家 替大體的服務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很奇怪 他們把他送到醫院去 如果不是在醫院那邊當場死亡的 照理說他是完全 現在等於是大體 借我兵一下喔 這應該不是一般的 社會的處理的方式 因為如果 我舉個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我父親那時候我們是離開醫院 然後我們回到家才把館 醫院你出去的時候 他就跟你講清楚 你人一出去之後 死亡證明我們不會開 然後呢你就要後面的事情 你要自己去處理 所以那時候就變成是 我們那個完成之後 請人家就來 來開死亡證明之後 我們就馬上找葬儀社 然後來兵 這有鬼 所以我覺得這中間的很多 太多不合理的地方 包括 我覺得他們本來可能是想要 叫醫院那邊 直接開死亡證明 但醫院不開 因為你人就不是在我這裡死 怎麼可以開 他本來叫醫院吃掉 所以才會變成是 檢察官第二天到醫院去開 這完全不合理 可是剛才講到這個謝益龍 他後面包裹有這麼想 今天就算許明春有這麼想嗎 一個人 感覺總統講話了 院長講話了 你還可以去打巴掌 其實講到一個關鍵 如果那個人剛講到警察到現場 明顯就是一個命案現場 警察怎麼可能就讓他帶走 這也是很奇怪 就是說我覺得 這個整個所有的過程裡面 有太多的不合理之處 而且你說那個謝益龍 你是這個機關首長 最大的一個的人 你覺得這邊有一個人 在你這邊走掉了 他從頭到尾沒到現場 一定是有人叫他不要到現場 從頭到尾沒有到現場 第二件事情 從頭到尾到底 無性公務人員的家長 也沒有到現場 你如果說你8點 你7點55分發現正常人 都會趕快跟家長講 趕快來看你要怎麼處理 為什麼會是一個同事 假傳 不要說假傳 一個同事來講 消防人員都可以在20-30分鐘趕到 家屬沒有到現場趕到嗎 怎麼可能 你們到底什麼時間通知家屬的 家屬 而且要講家屬凌晨的時候 還特別說 我的小孩怎麼還沒回家 我大膽揣測 會不會家屬從頭到尾 都沒有踏到勞動部的辦公室 發屬的辦公室裡面 因為他們就不要讓他進來 那現在講的 你說有遺囑這些東西 是真的是假的 完全沒有人知道 現在可以很確定 家屬為什麼到現在還不敢出來 為什麼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還只能以所謂的無性公務人員 家屬可能到現在都還怕到不敢出來 今天如果沒有發生 勞動部這麼令人罰著的事情 你都很難想像 我們的政府居然有這麼黑暗的角落 我們的政府居然有這麼可怕的佛地摩 而竟然對我們的公務員 造成這麼大的一個身心的傷害 剛剛已經講到的 現在在勞動部裡面 很多的工作人講說 他想想都會想哭 現在人們覺得你跑得快的 你找到一條病 跑得慢的 你們現在身心備受煎熬 而正是一篇 他也是高考的公務員 他也在勞動部相關的工作單位工作 他是一個市長的朋友 你知道嗎 這個謝怡榮他怎麼對付他們嗎 他說他只有一次 不小心沒有將同事的公文 放在抽屜裡面 直接把公文放在桌上 結果謝怡榮看到 你既然沒有把公文放到抽屜 你把他放到桌上 就把他放在叫到小房間 罵了兩個小時 罵了兩個小時也就算了 還去跟組長投訴 組長也怕謝怡榮的 這個所謂的威勢 這個組長還把他叫去以後 說你的眼睛不好 要不要佩服眼鏡 這是一個非常惡劣的事情 我們講民進黨一直在講 你是人權至上 特別是以陳菊為首 你們過去都是人權協會的 結果現在你們這個系統 你們這個體系 惡劣到說人家已經確定了 他就是一個市長的朋友 結果進到這個地方來 只是因為沒有把公文放在抽屜裡面 放在桌上 罵了兩個小時之後 你竟然去羞辱人家說 叫人家去佩服眼鏡 因為你的眼鏡不好 後來他受不了了 他提辭成 提辭成了以後 人是說不能讓他走 為什麼不能讓他走 原來謝宜榮只是在當科長的時候 不是當分署長 只是當科長的時候 他就已經逼退了很多新進的高考人員 你就知道這一段時間以來 在這個體系裡面 這些工作裡面有多麼黑暗 有多麼可怕 而今天就在勞動部的辦公室裡面 勞動部在哪裡 松江路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207號 剛剛講的 有一個公務員 他就直接貼了一張便條紙 而這個便條紙現在居然變成 我們公務員最卑微的要求 我是公務員 我想好好活著 沒有想到好好活著 竟然變成了台灣公務員的新生 剛剛講的 這個洞真的越挖越瘦 這個越挖越黑暗 我都沒想到 竟然在我們的勞動部 有一個這麼黑暗的角色 有一個人今天這麼誇張 剛剛講的 今天我們的院長 已經出來道歉了 我們今天這個部長 也出來道歉 這個部長也說 他也要準備辭職了 可是我們現在 這個謝宜榮 他竟然不動入山 剛剛講到了 現在整個勞動部 發生這麼大事 人命關天 喪失了一條人命 整個勞動部 從上到下 竟然還幫他開脫 把他看到這件事情 沒有人是局外人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當今天不管是行政院長 出來處理這件事情 又或者是說 我們講勞動部長 親自說要辭職 借以謝罪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謝宜榮明明新聞消息 已經發布說 他要辭職去國外 說要陪他小孩 而且官方網站 都已經把他下架了 結果呢 謝宜榮說 沒有 我沒有要辭職 我就是不辭職 但我跟你講 這時候公務人員也發出了 我們講沉默的怒吼 什麼叫沉默的怒吼 因為就在勞動部的外樓 大樓 我們講松江五兩百七號這邊 你看放了什麼 利益良善 目的良善 這是在奉飾誰 就是在奉飾謝宜榮 奉飾那份報告 因為那份報告 竟然講說他活生生 我們把人家給逼死了 然後是叫做利益良善 叫做求好心切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下面還寫著說 我是公務員 我想好好活著 所以保険哥這有兩種 一種叫做沒有人是局外人 什麼意思 通通都是城局的人 另外一種叫做沒有局外人 我所有公務人員 所以那個局是城局的局 當然為什麼會這樣講 你想想看 謝宜榮他不是從現在當任分署長 實質等才開始囂張的 過去他被一個踢爆 在他當科長的任內 他就囂張自己 來 這是一名市長公務員 他說寫下 他說很勇敢 他在我們臉書上寫著說 我對這個科長的印象 性格非常強勢 而且重點在這邊 熱衷於身遷根 權力鬥爭 他說我根本就沒辦法適應這個文化 我學習不來 所以那時候他每天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 要我寫公文 那我只能配合他的要求 所以代表謝宜有很多要求不合理 但是他為了要揣摩上意 為了要封鷹拍馬屁 所以我作為下屬我也只能配合他 但有一次幹嘛呢 他說我把同事的公文 放在桌上沒收進抽屜裡 就這麼小的一件事情 保理哥你知道謝勇做什麼事情嗎 我終於懂為什麼這些人精神都崩潰 要看身心科了 他說他把我叫進小房間 面勝 就面意 他用這種公文的方式 他說罵我罵了兩個小時 就是因為我把東西放在桌上 我只是沒有把公文放在抽屜裡面 我居然被叫到小房間 訓斥兩個小時 而且還沒完 你說以為這樣就放過他嗎 不是後續之後呢 還叫組長 叫下面的長官 把我叫去過去問話訓話 然後呢最後呢 謝勇還算我什麼 說我眼睛不好啊 應該去買的好眼鏡 不是開什麼玩笑 今天公務人員聘任 他如果是我們講的身心障礙相關的 他有時候我們講身體上的障礙 那個都是特殊招搞進去 所以在他進去的時候 他們知不知道他有這個狀況 知道啊 知道 刻意去人身攻擊耶 人家本來就是這樣 然後你還人身攻擊他 然後他最後受不了 他說沒關係 那我辭職 我不幹好不好 我不幹可以了 好不容易考進去喔 而且他的狀況很特殊喔 然後結果他最後氣到說要辭職 因為他真的受不了 結果他還從人事主任口中聽到說 你不要走好不好 因為我知道這種霸凌事件太多了 太多新進頭人剛進來就走了 所以我希望能夠終止這個霸凌事件 所以謝勇每年已經逼走很多 新進的高考人員 他希望終止這種霸凌 所以沒有讓他走 剛剛講的後來他離開了 離開以後他也信懷三念說 他也還是相信說 謝勇可能是為我好的 可是他說 為什麼他今天要寫了長長這一篇文章 他說他當然受不了 他說本來我以為他雖然嚴厲 但心地不壞 可是我現在看到了媒體 跟網路流傳的錄音檔 我得知他沒有為自殺同仁 蓋白布的行為 讓他完全無法接受 而且他還講喔 他說他還跟當年的同事討論的時候 他說大家都有心有餘氣 甚至說聽到錄音帶的瞬間 就光聽到謝勇蓉的聲音喔 他說我們馬上就回到那段煎熬的時光 我的眼淚不自覺的滑落 我的飯根本吃不下去 他說那種壓在心口的這種恐懼 霸磁場霸凌流下的創傷 你或許會被掩蓋 但他說他才知道 那是一輩子都不可能痊癒的 寶貝哥最後是關鍵這句話 他說被碎遠蓋永遠無法痊癒 為什麼 這根本就是創傷症候群嘛 PTS因為每個人 聽到這個錄音檔的時候 你想想看 他們我們現在只是看到冰山一角而已 數以百計 所有的公務員員 哪一個沒有被我們講 謝宜蓉這樣子霸凌過 當然有啊 而且寶貝哥為什麼我前面 開頭我就講 這是大局為重 因為你想想看一個科長 哪有這樣的詮釋 那人事主任如果知道這個狀況 應該要像上級陳豹啊 人事主任科長 他只是科長欸 對他們兩個我們講 人事主任也沒比他小嘛 這時候關鍵來了 他其實後面有講到 他說後來呢 謝宜蓉鬧出這個紛爭 結果他要請辭了 署長莫名其妙來找我了 他只是一個心情科員欸 結果署長來了 寶貝哥你知道署長是誰嗎 我跟你講好不好 勞法署那時候署長 就蔡孟良 就謝宜蓉的麻吉馬 蔡孟良嘛 所以在那個時候 蔡孟良 我們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什麼 許傳勝 蔡孟良 講到謝宜蓉都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陳菊當台北市社會局長開始 就一路跟他就是 我們講這個關係 所以沒有人是局外人 沒有人是局外人 是共犯結局 不然各位我跟你講 公務人員看這一段已經覺得很奇怪 欸不對啊 一個小科長 所以為了善後 你不過是個科長 科長搞得這麼難看的事情 等於說今天人事主任幫你擋下 人事主任代表我已經不爽了 不爽了以後 署長還自己出面安撫 對啊 那署長為什麼要去幫這個科長善後 你現在就懂了吧 為什麼 因為蔡孟良 許傳勝不好意思 這一次通通都是這個調查報告 而且這一次受到陳主的人 他們都有責任嘛 因為他們從以前來 就跟謝宜蓉從他科長時期 就已經勾結在一起 所以他在最後我們講 這個同仁 我替他很慶幸 為什麼 他是轉走 他已經轉到別的單位了 我們孤影其名 但是他最後原本不想講 想說 因為謝宜蓉那時候呢 當發現說署長還找我的時候 神情還有點微妙 他還會怕喔 他還知道說會不會有什麼狀況 你會不會說我壞話啊 你會不會講說什麼 後來發現沒事情之後呢 才善待他 因為知道說 事大條上面關注了 他原本還以為說 謝宜蓉可能人沒那麼壞 求好心解 是直到後來發生說 這些錄音檔 以及這蓋白布的事情之後 他才忍不住 出面很勇敢的 把這個文章給貼在網上 因為保德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人現在還是公務員 所以他敢貼 他得要替自己的生涯負責 很有可能 會受到一些詮釋的壓迫 但還是勇於講出來 而且他非常憤怒的是 他說 現在勞動部的報告 根本不能給人家答案 他說記者會的說詞 根本就讓人家非常的失望 你根本不可能 撫平任何的創傷 他說 他現在大家都在問 所有的勞動部都在問 到底什麼樣的環境 可以讓分署長這樣的人 搭著直升機一路的升遷 而且什麼樣的體制 竟然讓下屬的聲音 永遠不能上達 對 因為他前面開頭 他其實就有講到 他說他什麼 樂中升遷跟權力鬥爭 所以他沒有辦法 百思不得的記者是當時的科長 現在怎麼會搖身一片的分署長 而這個分署長 明明被數以百計的誠情信 給投出了 給澄情了 結果聲音都傳遞不出來 不好意思 坦白講 如果不是有這個錄音檔 我們現在大家會知道這件事情嗎 對 根本不知道嘛 因為現在錄音檔 隨著案情的發展 它越來越詳細 也就剛剛講的 他正在11月4號發生 11月4號發生了以後 他就一直在掩蓋 而且謝宜榮剛剛講 你在11月4號 發生這麼人命觀念的事情 一方面我覺得很妙 他一方面按照勞動部的報告講 他沒有到現場 這件事情跟謝宜榮沒有關 可是謝宜榮到了下午 馬上就把所有人都召集起來 要求大家做不做得到 都不可以對外講 對外不可以說任何的話 結果呢 你今天這些東西 真的就把大家給激怒了 對 坦白講 我們一直在講 1.5點半的傳信息太過分 我後來看完這整個錄音檔 完整的前後文我發現 我錯了 為什麼 因為只有更過分 沒有最過分 來 結果他當時的狀況是這樣子 他是先把一群人 叫來我們講的 辦公室會議室裡面 拉證 而且還分好幾梯式 拉證的時候 你知道他怎麼處理嗎 他說他又遲到了 他當天他要拉證別人 他遲到 但是遲到就算了 他說晚遲到對不對 他說欸 我遲到是我的事情 你們怎麼沒有所有人 列隊給我做好 站在那邊等我 他說你們在搞什麼東西啊 我金華首長欸 我遲到你們也要等我 他開頭先這樣子 先罵 你遲到你沒有任何的愧疚 你遲到沒有任何的道歉 你沒有任何的說明 結果你接到辦公室 大家沒有排排座等你 你就翻臉了 而且再來 他用公文上去欺壓他們 他說什麼 他說欸 我已經傳訊息給你們了 你們要知欺啊 知欺是什麼 公文用語 所以他就說你這個東西 我傳那個訊息 等同上班 等同公文 你如果不敢辦的話呢 我可以用相關的 我們講的內部處理 來去好好修理你嘛 再來結果後來發現 欸 丟訊息的是誰 根本不是他本人 是他的秘書欸 他說我見秘書如見人 你搞什麼你皇帝啊 你以為秘書是什麼 大太監嗎 他說你看到他 就等於是機關首長 所以他是賢命 他說他賢命欸 去丟了訊息喔 他說你們沒有回的話 你們平常不是什麼都回嗎 颱風天什麼都回嗎 所以你敢不回的話 我跟你講 你搞什麼東西 結果後來發現保利哥 你知道他要他們回的是什麼嗎 搞笑死了 他說是電影的會議 根本不是什麼重大的會議 連這個都在招他人 就只是因為一個電影 他沒有符合他的要求 所以他馬上就破口大罵 會是 我本來以為說 勞動不應該是 勤勤打擾的 也就是說最努力 最樸實的一群人 結果你現在丟了一個東西 許明春 跟他講啊 有人就是要怎麼送 他說我要送Hermes 我要送Hermes 才會到位 保利哥剛剛那個世蒙的人 那個世帳子 他不是講一句話嗎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下面的 這些基層的名義 永遠沒有辦法上達 為什麼 因為你的上面的主管 已經被愛馬仕給蒙蔽了 你一個勞動部的一個部長 你下面的人 竟然送你離別的時候 送你愛馬仕 你收得下去喔 你收得下去嗎 我們匯選的標誌 是把30塊還多少錢 結果你是個勞動部的部長 你下面的人送你這個愛馬仕 兩三萬的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啊 逢贏拍馬嘛 所以現在情況大家想說 所以許明春 離開的時候 送到Hermes的這個圍巾 這圍巾好幾萬塊 我跟你講現在呢 大家都開始把這一些人 剛提到了 這個謝怡榮 不是一個他自己 他們是一個犯罪組織 什麼叫犯罪組織 而且整個犯罪組織 其實後面是一群人 今天有個媒體人 把他們一一個點出來 他講到說 這些以前都是那個 許明春六年部長任內 一一拔拙的人啊 那尤其是 都是許明春的人 對 然後他說尤其是這個謝怡榮 他說謝怡榮被那個 像直升機上升上來 你可以說不是許明春 但是可能是許明春的辦公室主任 鄭樹林所拔拙啊 至少光是謝怡榮就是 然後呢 你知道我們許明春歌聲很好 喜歡對外面唱歌 人事部門 就為了要迎合商業 幫他採購麥克風 這些相關的設備 然後呢 他就想到說 像那個勞動 勞動部長裡面 有最好的卡拉OK麥克風 對 因為部長喜歡唱歌 所以呢 大家就要投其所好 然後再來呢 剛剛不是叫愛瑪斯嗎 誰送的 是勞動部的秘書處的處長 丁玉珍喔 他說他也是帶頭 霸凌他們局處裡面相關的人 所以霸凌的不是只有一個人 霸凌是勞動部裡面的文化 再講一次 霸凌是勞動部裡面的文化 如果你是低階的 我就霸凌你 你如果送到愛瑪士 我就重用你 他這個喔 他說他們這個丁玉珍 有一個科長被他搞到 降調到一所高中去 向上管理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這一個 他還當眾說 我送的最貴 誰比我還貴 然後還記不記得 他炫耀 炫耀說我送 我是送最貴的 是 而且我跟你講 那個謝怡榮 這謝怡榮他也是啊 人家說他光送禮送上百萬 從來不手軟 連他送禮的一個盒子包裝 都要客製化 為了要客製化 他們還聘估了一個他的朋友 但是假裝是個顧問 這顧問非常多元 給一些很多其他 什麼事他都知道 連包括禮盒的設計 他也可以給意見 對 所以就是我們的勞動部 把我們勞工的錢 把我們人民納稅的錢 變成你們封音拍馬 變成一個作秀的舞台 真正做事 第一線做事 這咳嗽 難怪我問了一個勞動部的人 講說他剛剛講的 謝怡榮根本就是兩張臉 兩張臉是 他對上一張臉封音拍馬 凡事可以使命必打 可是他對於下面 就馬上變成一個惡魔了 我跟你講今天黃毅中 就另外一個媒體人 他一一把這些裡面 他說這些 他是一個集團 裡面每個人都是那個模樣 那謝怡榮他最經典的名言是什麼 我藍綠通吃 然後告訴你 要學會看 風向政治正確 然後許傳勝政治 政治他說 他呢 從去哪裡都要戴上謝怡榮 下鄉的時候還說 怡榮要賠啊 再來 而且剛剛講的 你剛剛不斷的去指責說 你現在勞動部的這份報告 這個報告完全是幫這個 謝怡榮脫罪的報告 而這個報告的 根本最核心的人就是許傳勝 許傳勝 他是這個報告的小組的組長 而且許傳勝在這份報告裡面 我們要看的是事實真相 結果我跟你講多好笑 這份報告從頭到尾 沒有問到受害者的家屬 這份報告從頭到尾 沒有問到受害者的家屬 他說 因為他們太悲傷了 沒有辦法接受報告 這什麼話 所以這整份報告 只有一方之詞 只有你謝怡榮的說法 當然你會說 有一些秘密啊 自己下面的員工啊 但是下面員工所有講的話 都被你這個謝榮一一給反駁去 不好意思喔 發現大體的時候 我不在啊 我第一個時間 我打電話給我主管 不好意思喔 你們在運送那些東西的時候 我也不在啊 我都不知道 三個重要關鍵時間點 三個不在場證明 代表什麼意思 我就是從頭到尾 這個報告是幫謝怡榮 量身訂做脫罪之用 因為按照所謂的 如果這個官司 他要去打到什麼所謂的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或是任何的這個 所謂的申訴的條例裡面 他只要拿勞動部的這個報告 就可以完全幫他脫罪了 法律哥我跟你講 今天這一個所謂的 無性的技術 講到這個我就很難過 洪仲秋 我們還知道 他的受害者名字 叫洪仲秋 這個案子 當事人11月4號死到現在 沒有人知道他名字 只知道是一個公務人員 他連走了到現在 目前為止都沒有人知道 他的受害者的全名是什麼 我們的勞動部 從上到下 大家都拼命在掩蓋這件事情 這個人是枉死的 這個人為什麼會死 就是因為你勞動部麻木不仁 有三個時間點 你根本可以救了這個人 第一件事情 2023年2月的時候 這個謝怡榮這個死神 降臨到這個分數 結果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 105人扣掉他自己本人 104人有81個人 對 都調職 八成的人都調職 你的整個這個分數裡面 在一年多裡面 105個人 扣掉他自己本人是104個人 104個人有81個人調職 你整個勞動部 你怎麼可能有這麼大的 這麼異常的一個流動率 你竟然沒有任何去介入 沒有任何調查 第二個關鍵的時間點 今年2月 總算有人鼓起勇氣 直接向上面報說 這個謝怡榮他可能有霸凌的情況 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處長 王安邦出面 談完 談完之後 沒有任何的下文 最有趣的這件事情是 2024年9月 王安邦自己走了 我是你的長官 我據說你有霸凌的事情 我來約談你 你沒走 結果7個月之後是我走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他後面有靠山 而且今天有人講 事實上他的直屬長官的次長 應該是那個 許傳勝 許傳勝 不是王安邦 那為什麼是王安邦出面 顯見你許傳勝 你不想處理 再來第三個關鍵的時間點 什麼時間點 就是從10月22日到11月份 這時間 他每天 他超過十幾天 五六點去上班 晚上七八點還沒下班 如果你是正常打卡 你正常如實去打卡 情況之下 異常 一定會介入調查 結果你從頭到尾 都沒有發現 因為你們全部都造假 還有最後一個黃金時間 什麼黃金時間 那天11月3號晚上 家屬發現聯絡不上人 對 家屬趕到勞動部的現場 說我們想要上去找人 被擋下來 不能進去 被擋下來 那你不能怪保全 保全坐下沒有卡 可是我就問 保全沒有卡 難道其他整個勞動部的人 禮拜天都沒有辦法出來 來幫人家找他的小孩嗎 小孩子可能就在你們裡面 如果我剛剛講的 這四個關鍵時間點 勞動部的長官 你當個人 不要只當個長官的話 這個小孩子 他的生命是可以被救回來的 好 家民 剛剛講的 今天去調出大家當時 剛剛講的 10月22號 24號 25號 28號這些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你會覺得 非常不可思議 是公務員的 公務員居然是5點就上班 8點才下班 5點上班 6點下班 然後每天工作都15個小時 13個小時 14個小時 14個小時 13個小時 然後呢 可是按照勞動部出勤紀錄裡面 居然都是合法的 我剛剛再看一遍 也就是說 你現在是5點上班 勞動部的出勤紀錄變7點上班 你是8點35分下班 你變成7點 下午的175點01分下班 完全作假 那你今天也幫我們打電話 問了很多勞動部的人 勞動部的人就想說 在裡面他們的生活 你無法想像 甚至有人講說 你光現在看到 都有那種身心障礙 都會光是聽到這個 主要在這個分數上的聲音 都會不自覺的發抖起來 老實說我現在回想起來 今天跟那些員工聊的那種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感傷 因為他們其實提到 就是說現在想起這件事情 他覺得從謝榮來到這個地方之後 他們的生活是過得不開心了 變得自己也不會笑了 為什麼 上班時間就是這個樣子 每天超時加班 而且重點是你送上去的 全部都是造假的這個 核無規定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謝榮本身就是一個 向上管理非常好的 因為他要讓上面看到 我底下員工出行時間是正常的嘛 但是問題是他把所有 這些苛求的東西通通壓到他身上 這個員工 他其實算是一個中間主管的 他上班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緊張 因為生怕要是謝榮一個叫他 他沒有聽到的話 他就倒大霉了 他就立刻被叫到辦公室裡面 去湊罵了 甚至有一次去上廁所 電話沒有帶 謝榮問他說 我剛打電話給你 為什麼沒有接 我去上廁所 那手機為什麼不會帶 那才差幾分鐘 才差幾分鐘 你有這麼急嗎 但謝榮不行 他就是我就是要找你 就要找到你 甚至我公文一直退 公文一直退之後 你舊的東西 改了又不過 改了又不過 新的又來 我事情根本做不完啊 甚至我同事要來收這種 收發公文的時候 我聽到那推車都非常非常的害怕 想說走吧我事情做不完 做不完的狀況怎麼樣 就是這樣 你假日來上班 要不然就是你提早來上班 而且你在訪問過程裡面 我也非常好奇 是你這個勞動部 到底有什麼樣的事情 你有這麼多的工作 你真的做不完嗎 你說最可怕的是那個謝榮 他不斷的吹毛求疵 然後不斷的給你退公文 也就是這 其實本來就可以做得完的 是他不斷的挑剔 不斷的吹毛求疵 不斷的歇之抵立 才讓整個事情完全耐霧 然後所有的事情耐霧的責任 都在下屬 沒錯而且 他其實講到這個 刁到什麼樣的地步 他不是說刁你錯字 連標點符號 我覺得你這邊應該要斷句吧 我覺得你這個用兜號不對吧 就是這樣這種小地方 一直不斷的丟給你 就是叫你退 讓你事情永遠都做不完 那還有一個是現在的同仁 他一講說當天 事發當天他在現場 他看到的狀況是什麼 已經走了的那位同仁 他們當下把他拆下來的時候 他們有事都要去急救 但發現他已經呈現濕張的狀況 是已經沒有溫度的狀況 而且所以他就覺得說 那為什麼這麼明顯死亡的案件 那你就蓋著白布 讓他好好的走就好嘛 就你不讓他走貨梯 所以你說問到 我們剛剛講到 他是等於說 10月1號的時候被交付任務 2號 3號 那個時候他剛剛講的 2號 3號是禮拜六跟禮拜天 他都在這個辦公室工作 到了11月4號的時候 早上7點多的時候 打掃的阿姨看到 才發現說 他怎麼搞的 居然輕生了 然後大家還是非常驚慌 可是當天驚慌的時候 大家就不解釋 為什麼沒有蓋白布 為什麼沒有好好的處理 甚至你還把大體折來折去 好像是一個正常的人 去坐著輪椅離開 你說現在你問到的人是 大家當時在下的時候 他已經呈現了所謂的 僵職的狀況了 當天在現場的時候 他看到同事輕生的狀況之後 打掃阿姨 兩個人一起合力把這個 同仁給移下來之後 他們是要去做CPR 但他已經是呈現僵職的狀況 沒有溫度的狀況 甚至之後就 冰冷了 19來了之後 19的醫護也跟著他 跟他講就說 沒有辦法了 這已經明顯死亡了 我們沒有辦法了 但是問題是 旁邊就有一個人 來跟他講說 不行 家屬說要救救看 所以要把他給移走 可是後來沒有人看到家屬 對 而且按照我們以前 跑車會跑這麼多 這麼多年的狀況 消防的一個最大的原則就是 我救護車 我只在活人 不在死人 所以這已經判斷說 現場已經是明顯死亡了 那你就應該 蓋白布 走貨體 走一個沒有人看到的地方 走嘛 但是不是 現場就說 要救救看 那問題是你又不給他蓋白布 而且你在上班 禮拜一 他被發現禮拜一喔 禮拜一是上班的時間 多少人搭電梯 所以這同事也跟我們講就是說 很多人都看到了 而且到現在都覺得非常不要害怕 而且還有同事 你說大家真的開始心生恐懼 心生恐懼 其中有一個同事他有講到說 這一個死者他又來託夢 他在託夢裡的話他講說 我一個人要做三四個人的事情 我真的做不完 對不起大家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樣聽起來 你真的是害死一個非常盡責 要把事情做好 做完的一個公務員 就因為你在這樣的管理之下 他真的是沒辦法 不是 而且今天非常驚訝的是 我們也通過很多管道 去問了很多人 很多人認識這個的人都說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他是一個非常負責的人 而且他是一個基本學士非常好的人 剛剛講到 他是整個新莊高中第一名畢業 沒錯 考上了中央大學 考上中央大學了以後 他有資訊的專業 所以發配到了 到了這個所謂的這個勞動部 結果沒有想到是他噩夢的開始 他39歲並沒有婚姻 他是全心全意 都放在工作上面 因為這同事跟他們都是同一個辦公樓層 都是在四樓 共用廁所 共用這個常委間 都會遇到 所以他講說這一個同事 其實他人非常非常的nice 跟同事相處也非常的好 但是因為他沒有家庭 所以他可以全心全意在這工作上面 再加上因為資訊是 只有他一個公務員 只有他一個人 其他都是雇員 所以就變成 他必須要一個人把這事情給撐好 就算他想走 他沒辦法走 他必須要撐著 因為他知道我走了的話 可能會讓機關沒辦法運作下去 所以如此盡責的一個人 如此優秀的一個人 卻因為你不斷被追毛求私 被刁難 你自己做不完 就浪費一個非常優秀的身份 剛才我們在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完全不可思議 如果一個人在辦公室裡面親身 而且是用上吊的方式 這已經是一個刑案 這個刑案一定要有檢察官進來 而且這個屍體是不能隨便亂動的 你說完全違背了SOP 而且這根本 這中間是有人違法的 其實我們一般像如果有這種親身上吊的 它不是屬於一般的行政案件 它是刑事案件 它要進行施法相驗 非自然死亡 它不是像病死等等 非自然死亡 在我們刑事訴訟法規定 它要進行的是施法相驗 如果你病死在家裡面 或是在醫院你長期的醫療 醫生可以開死亡證明 因為它有病例 它是病死 非病死是屬於施法證 施法相驗 刑事案件 這要檢察官相驗的 對啊 但是因為有時候不知道它有沒有救 所以歐巴桑跟其他的同仁 把它弄下來 這是OK的 這個沒有 因為我不知道他死了沒有 趕快進行急救 但是這個案子後來 新北市消防局有出來講 他們同仁有到場 又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同仁道場如果他屍體很僵死了 而且冰冷了 而且死亡可能一段時間了 照理講呢 他是上吊的非自然死亡的案件 你要通報警察單位介入 這個案子到現在呢 是完全沒有看到警察 檢察官法醫相關的介入的過程 跟相關的紀錄 那你死亡證明怎麼開 對 那死亡證明沒有辦法開 你怎麼辦 所以死亡證明如果在醫院開的時候 會有違法的問題 因為你醫院不能開司法相驗 司法相驗是法醫的權責 所以醫院你明明知道 而且上面有勒痕 這勒痕搞不好是他殺 說不定上吊是 是已經把人弄死了 偽裝上去 我怎麼知道 都有可能 對啊 你這個醫生 你醫院的醫生怎麼可以開 對 甚至於呢 你說假設呢 一般我們在家裡面的 那個也是行政商員找衛生所醫生等等 那基本上他也要去看一下現場 看一下大體啊等等 這個東西呢 我就很好奇 誰開死亡證明 後來他怎麼辦這些後事 他是刑事案件 他不是刑政案件 所以呢我看到很多刑政調查 所有案件把它定位成為刑政案件 對 但是呢是應該刑事調查 警察要去問 第一個警察要到處拍照 可是我不懂得 如果這已經是一個既定的SOP 那誰有能力去扭轉呢 我就不知道了 那你說勞動部的話呢 有沒有法務單位 對 兩個禮拜了 所以我聽到這個我就很好奇 上吊是司法相宴是刑事案件 對 警察為什麼沒有去 檢察官為什麼沒有做到通知 法醫為什麼沒有開司法相宴的死亡證據書 這個死亡證據是誰開的 是不是中間有沒有人 什麼指示還是怎麼樣 那你兩個禮拜的時候 難道你這個勞動部裡面 都不知道我們單位出了一個人命 一個優秀的同仁上吊死亡嗎 對 上吊死亡 你有沒有報警 假設消防局沒有報警 對 那你單位你怎麼可以 自己就這樣糊弄糊弄的 行政調查就想結案 不可以的 這是有違法的問題 你說整個勞動部 就想行政調查糊弄過去 我不知道你至少要有人 有這個sense嘛 刑事出動法 他是非自然死亡 對 非自然死亡本來就檢察官 檢察 要報檢察官 檢察官要帶同法醫來看 有沒有他殺 甚至於把他弄死弄糊的 掉上去 還有剛剛講 謝宜榮說 他有跟長官報告 你是跟哪一個長官報告 還有這整件事情 只是中間因為太慌亂了 這個所謂的亂七八糟 還是有一隻黑手在後面控制 兩個禮拜 那裡面的所有勞動部 可能有法務單位長官等等 都沒有這個sense嗎 這不是你們行政調查 可以了結的 他是非自然死亡 所以我一直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這過程 警察沒有警察的任何紀錄 對 然後檢察官法醫 法醫也可能沒有開 這個司法相言的證明 那死亡證明書到底誰開的 醫生開的是違法的 更誇張的是他12號 就已經告別式了 那告別式你怎麼火化的 對啊怎麼火化的 這個裡面其實我真的建議了 這個裡面是刑事調查 檢察官 警察 通通都要介入 因為你不是讓勞動部自己說 我不知道 隨便呼嚨行政調查等等 我也當過長官 看到這個案子 我真的也很難過 對 將心比性啊 會有報應啊 因為你當長官 你今天逼著同仁要完成的時候 你沒有考量到 同仁工作的勞累 還有呢 沒有加班等等 每天五點鐘來 所以我就陪著同仁 一起來加班 一起把自己做好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當然每一個人的帶領風格不一樣 不過呢 這個案子我覺得 這個案子呢 真的是查得蠻離譜的 而且刑事案件 你怎麼搞成行政的調查 就要截掉了呢 對 廷委 這真的完全不合理 對 所以你看卓榮泰說 要送檢調調查 這才是正確的方法 你知道現在民進黨 基本上已經 這個事情已經炸過 很多人講說 民進黨的立委 不是也是去關切這事情 結果都沒有用啊 那到底謝宜隆 背後這個背景啊 到底是多硬啊 因為這件事情 妙子是什麼 這是由民進黨的 新北市的市議員 先丟出來的 聽說這個新北市議員 過去就在這個地方 服替代議 所以他有很多的人脈 所以他收到很多的這個報告 剛剛 剛剛講到 剛剛惠晨講 你二月的時候 如果當時就已經處理了 當時你的這個次長 就已經有溝通了 這件事情可以好好處理 今天不會有這個人命 如果今天你這件事情知道 已經有人在檢舉了 你好好的開始 有些心生畏懼 你好好的去處理 也不會有這個問題 還有你今天去加班的時候 你好好去照顧他的身心 也不會這個 等於是你完全不在外 你已經有人檢舉了 有民進黨在檢舉了 所有人都在這個注意了 結果你就發現 整個勞動部 現在甚至這個謝宜隆 甚至剛剛講的這些人 完全不在乎 對一般我們 站過行政單位就知道 如果說有人檢舉他 而且那麼多人 而且那麼多人舉報 然後又有人這個名義代表 又關切的情況之下 通常來講 主管要做一件事情 先把這個人先什麼 暫時調離非主管職的概念 也不能讓他當主管 你在一個分署長 他才11指等 這就是說檢任官11指等 其實在中華民族的官位裡面 也不算什麼大官 但問題是為什麼大家 人壓不下去 為什麼這件事情 沒辦法去處理 再來一件事情 這個案子刑事案 刑事的這個所謂的 非自然死亡的事件 這是一個刑事案件 那刑事案件是誰下令 要整個在做行政方面的結果 而沒有去進入到一個刑事方面 剛剛阿塞三有講到 這是要檢察官才能開死亡證明 現在發生一件事情 謝宜隆現在不是說要出國嗎 是不是要像陳啟韻一樣 要潛逃出境 所以現在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沒有針對他 他的刑事責任在哪裡 沒有針對他法律上的起訴 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你無法盡管他的 你無法盡管他 然後他一跑到國外去的時候 抓不回來 像橘子一樣也抓不回來 然後陳啟韻一樣也抓不回來 你現在又跑了一個人 這個民眾會炸鍋 說你這個政府怎麼那麼無能 這什麼事情都搞不好 然後所有犯罪 什麼都搞不定 什麼都搞不定 然後等都跑光光了 我真的覺得最荒謬的是 我是長期跑民進黨出身的 我剛剛講的 你民進黨這些勞工是你的神主牌 勞工是一個局系裡面最核心的一塊 你搞成這個樣子 那現在還有人跳出來講說什麼 公務人員不是用勞基法 不好意思喔 公務人員是人吧 那我們台灣不是加入兩人權公約嗎 經濟社會挖泉公約裡面 就是有一個安全保障的工作場所 為什麼連這個衛生安全的工作場所 完全都沒有呢 我現在監察院不是人權委會嗎 要調查這件事情 監察院動得了嗎 現在已經很多監委開始關切了 現在已經開始炸鍋大家台關切 這已經為時已晚 現在重要的是說 包含這個謝一良它是什麼 這是始作俑者不是嗎 那這個始作俑者 整個刑事暗藏 整個這已經是刑事案件了 也不是單純只是行政調查可以結束的 那也不是一個監察系統就可以結束的 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要朝整個命案的方向去偵辦 啊 就可以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